中国大陆陆续禁止台湾产品输入 水产九成以上遭禁几乎全军覆没 最新名单还包括金门高粮 台啤等酒类饮料 根据统计原本有3000多家业者产品可以输往大陆 不过这个月8号到10号短短两天 许可业者突然报减到762家 超过2000家业者被迫暂停输入 原因是没有完成重新注册作业 卫福部归咎于审查不透明 文字不符合要求 那我们也去问什么样的文字 可是没有回 摊开去年相关产业输往大陆产值 水产类高达新台币88亿元 酒类也有76亿再加上饮料产值 总而逼近180亿元 第一时间蔡总统的回应说对岸突袭 速贵则脱口又来了 而农委会火药味很重 说要向WTO申诉 让对岸悬崖勒马 网红馆长一听火大 说台湾产业受害不就是蔡政府闹出来的 你整天在干净 人家为什么要买你的东西 你要跟他玩家你就要做好准备 再来倒向仇恨 你看现在我们被大陆欺负 台湾人民要挺民进党 你一个执政党做到这样厚言无耻 事实上去年4月 大陆已经公告进口食品必须重新注册 今年元旦正式上路 而补件期限就是到今年8月 当时各国政府早就开始协助产业 然而政府今年3月已经发现不能用对岸 关务系统上网注册 只能书面申请 但是等到9个月后 食品陆续遭进才急跳脚 抱怨申请时间比各国短一年 网友狂轰活该 学者抨击只喷政治口水 当成抗中保台的筹码 却让人民生计陷入痛苦 记者谢宏如王志恩台北采访报导